默默维新时期 众多豪杰中 西乡龙胜向来有着极高的人气 可说和版本龙马 高山静坐并列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不过西乡比这两人有着更为坎坷的经历 西乡在默默期间 历经两次长达共四年十个月的流放 进入明治时代后 亦有两次下野的记录 他在中央任官的时间 只有区区两年四个多月 与他51岁的人生相比 真是唯一不足道 这样的西乡 却比任官比他更久的人 受到当时及后来日本人的爱戴 原因绝不是出于他在官场上的官位及威望 而是在于他高尚的人格 和敬天爱人的个性 西乡历经两次流放 性格和思想变得更为成熟 受到当时英国公使巴夏礼及同意官 萨道义的赞赏 称赞他为当时最有智慧的日本人 西乡除了有智慧之外 他更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武士 在幕府的征讨长州战役中 西乡身为幕府军的参谋 他大可建立征常军总督发兵消灭 但是西乡只是略作惩处就解散幕府的大军 同样的场景在数年之后也再次出现 西乡率领 萨摩 长州 土佐 佐贺等 讨木军队直逼江户而来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西乡毅然决然的放弃武力进攻 让江户百万民众免于生灵涂炭 试想换作其他人站在西乡的位置上 手握与西乡一样的权柄 是否也能拥有与西乡一样的高度 避免降功成万古枯呢 尽管西乡在戊城战争中被公认是功勋第一 这位律己圣言的武士 并没有因此就放纵自己过着豪奢的生活 他的穿着起居和日常开销 跟木末时起领导萨摩凡 甚至被流放到外岛时 看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戊城战争结束后 西乡就以身为人臣不可接受 比习日祖君还要高的官位为由 辞去一切职务 毫不恋战维新政府家租在他身上的头衔及富贵 这种毫无官僚气息的伟大人格 即便在他面临人生落幕的时刻 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今年适逢明智为新 150周年的当下 NHK大和剧推出以西乡为主角的西乡店 远逐文化也推出改版后的内村建山名著 代表的日本人 我有幸受邀作为西乡农胜片的推荐者 诚挚推荐读者来认识这位备受日本民众敬爱的西乡农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